雷鬼音乐推手是安利哈江音吗? 雅买家客家音乐人的故事 雷鬼音乐在1960年代开始发展 原本只是雅买家当地的乐种 嘿嘿 但为什么后来对西方流行乐产生极大的影响 短短半时即便风靡全球呢? 啊哦 这最大的幕后工程就是哈江音啊 一轮三 好十分 会从三国来哈江音 时间要追溯到1807年 那一年英国立法限制了西方种植园的奴隶制度 所以呢 为了取代流失的劳动力 1854年时 第一批华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 抵达当时的英属雅买家 这群华人啊 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 为了很好的战犯 他们飘洋过海 该中许给雅买家 住着领导殖民地的白人 以及大量贫穷的黑人 哈江音在两大族群间求生 有什么声音 中逐渐争端 就会酿成大规模的繁华暴动 不过 随着时间过去 你也就救了 客家人和黑人 日渐交流同化 1950年间 雅买家移民第二代的陈兰迪 是点唱机公司员工 他做的条路 就是帮酒吧点唱机 换上新的唱片 不过 他觉得旧唱盘就这样丢掉 中打松力 于是他灵机一动 将旧唱盘拿去买的 并利用转卖的利润 发展事业 后来他创立了兰迪唱片 兰迪唱片 录制过知名雷鬼巨星 Bob Martin Augster Pablo 等人的唱片 才不应用陈伯翠经营下 成为亚买家音乐产业中的 一支主导品牌 在环境的熏陶下 陈兰迪的莱尔 陈克里 不仅能帮家里录音 甚至能够自己创作 他用录音式混音 创作出第一批Dub Music 这在当时是很创新的发想 他那批Dub Music 也就是Augster Pablo 专辑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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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成为亚买家音乐史上的经典 虽然到了1970年间 亚买家政局动荡 经济情势不安 造成多数中产阶级都离开了 于是陈佳再次出走 Giro 伴到New York 并成立VP唱片 持续推广雷鬼音乐 之后 VP唱片成为北美最主要的 雷鬼音乐制作 及唱片发行商 获奖无数 是将雷鬼音乐 推向世界舞台重要的推手 动静啦 Gi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